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要下水囉 下水了喔 下水 太苦 自私的耶 自私的嗎 自私的 自私的耶 上了 好晃好晃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納木厝國家公園的入口 然後等一下進去還要在60公里左右 那現在呢 現在是準備買票 要進去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休息區 然後賣蠻多東西的 就是一些小吃啊 然後上廁所這樣子 然後這邊 哇 好像就是賣一種青柯餅 青柯油餅 看起來還是還蠻油的 油油的 好像蔥油餅的感覺 那這邊的廁所呢 就是一條溝一條溝 在西藏算是還不錯的廁所啦 今天呢我們的車程總共來回大概要500公里 所以呢我們今天可能 一大半的時間都 超過90%的時間都在車上嘛 渡過 就是 睡好幾波的概念 睡睡醒醒 睡睡醒醒 這樣子 然後現在在等Jas上廁所出來 女生上廁所總是要比較久的 誒 廁所怎麼樣 人家廁所裡面 好幾個門都壞掉 然後裡面還有扁扁沒沖掉 好重 男生就一條溝而已 真的喔 一條水溝 每個人都很害羞這樣 你想吃嗎 很像蔥油餅 喔 那麼大一個喔 5塊 5塊 5塊還好啊 5塊 太大塊了 什麼口味 牛的 好喔 好像炸彈蔥油餅喔 對啊 快點說一下你 牛肉是這種碎塊啊 牛肉 對 這個碎肉嗎 對啊 什麼口感 就是 我們可以在外面吃嗎 不要在廁所那個 這好像 想像什麼 要刷蛋蔥油餅 刷蛋蔥油餅對不對 沒有蛋 沒有這麼油 但是沒這麼油對啊 爸爸喔 沒有肉啊 沒有肉 我剛剛就給我加一點那個碎塊而已 好啊 小碎肉 其實我今天買原味好像很快耶 嗯 所以原味多少錢 10塊 10塊 沒有那麼快 香香的 這個絲絲絲絲絲也還不錯 這個很像炸彈蔥油餅 這個不一樣 嗯 這個如果一個人吃一份會很餓 很膩吧 應該會很膩吧 它怎麼沒有加蛋 應該加個蛋會比較好吃 沒有蛋 沒有蛋啊 少個蛋的感覺 沒有蛋啊 少個蛋的感覺 加個醬油膏喔 加個醬油膏喔 對 應該會比較好吃 蛋有個香味 你都呢 我們是10塊的肉 都沒有肉耶 這就是 小肉碎 這麼高一點 你都沒有 對啊 你的比較好喔 那麼大塊 來 這一個真的不吃 這一個在炸 嗯 這一個在炸 吃不完 太多了 你也買 你也買 這個沒有肉的怎麼樣 這個好多喔 像油條 對 像油條 對 對 像油條 喔油 有 直接 它真的像油條 沒有什麼 我們要去排隊了 現在我們要排隊進去啦 對 最近 它這邊很吵喔 因為它賣氧氣 有需要有人吃得到 到的後來 一瓶三四五塊 好啦 我們進來啦 這路狂超不好 你在秀路 超搖 現在來到一個 算是一個制高點吧 這裡很多金板 很多金板 這邊有一個高度碑叫納根拉 這裡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 所以我有點喘 海拔5190米 這裡是一個制高點可以看到納木措 對啊太陽出來囉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整個納木措跟天空 旁邊是坦古拉山 天空公尺 好厲害的地方啊 天氣真的超好的 可以看到整個湖 這個路現在在施工真的是很糟糕 路況不好 上回來的時候這裡下大雪 然後這次終於可以看到晴浪的 納木措啦 I'm losing my mind for you and I don't mind at all I'm choosing to come unglued or we could hide above I'm losing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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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nd the summer are all I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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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過的羊 路過 嗨 各位魚伴好 我是Jay 我是Jay 我們現在在納木厝 後面就是納木厝 在這邊呢 基障厝的意思是湖的意思 湖的意思 這裡呢 是海拔4718公尺 所以有點高 走路會有點喘 然後呢 今天天氣其實不太好 這一片是稍微看得到 念青唐古拉餐 然後這片是天空比較好的 有沒有看到 對啊 那納木厝呢 它在藏語有天湖的意思 天湖納木厝 那它這個湖啊 有一個 美美的愛情故事 我美美的愛情故事 江船啊 納木厝 它沒有圍繞群山有沒有 那群山就是念青唐古拉山 藏北草原這邊有一個傳說說 納木厝它跟唐古拉他們是一對恩愛的夫婦 在藏北草原這邊游牧 然後有一天呢 他們的牛走私了 找到別人的牧場 所以唐古拉呢 他就去尋找他的牛嘛 然後結果他去別人牧場找牛的時候 遇見了楊卓庸錯 就是我們上次去的那個楊卓庸錯湖有沒有 對 因為楊卓庸錯太美麗了 所以念青唐古拉就愛上了他 然後兩個人就在一起了 然後一直沒有回來 那木厝呢 就在這邊苦苦等了他的老公回來 可是等不到他 他以為他要發生什麼意外了 所以他就很傷心 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結果哭了淚水就化成了一片納木厝湖這樣子 然後呢 經過了一段時間啊 念青唐古拉他就是突然就想起了他在家鄉 等待他的妻子 所以他就回來 結果他發現他妻子已經化成一片湖水 所以他就很愧疚 所以他就就注意在湖邊這樣子 守護著他 很愧疚的在這裡守護著他的妻子 所以化成了一座座唐古拉山脈這樣 這就是那木厝西門愛情故事的傳說 如果其實你看喔 他這邊你說是湖啊 可是你在這邊 如果說你沒有看到這些山景 或是聽到聲音的話 真的很像是那海面的感覺 對 很像海面 而且它其實是鹹水湖 它是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鹹水湖 在這麼高的地方看起來像一片海 可是它實在是在山裡面的一片天湖 就是在天上的湖 他看一下 真的很像海 超像的啊 這個是鹹的啊 你可以試看看味道啊 可是它有點黑啊 它其實是很清澈的 它只是因為海邊沙石很多啦 它看起來有點黑 在這邊一直聽到這個聲音 真的很像在海邊 超像海邊的 那個海浪聲 超像海浪的 對啊 然後這邊一片烏雲 對啊 如果出天氣好的話 應該就更棒了 景色一定很漂亮 這裡天氣超好 然後這邊是烏雲 這邊烏雲密布 我再等一下 等它要飄過去啊 好 好啦 那我們沿著海岸線走 天氣有越越好的感覺 我們這次來這裡實際適應得非常好 沒有什麼高反 五年前來這裡就烏雲成很像夢裡一樣 上次來這裡啊 沒看到牦牛 可能今天天氣比較好一點 以前這邊會有一個營區 對 它是在蓋這邊嗎 就是現在施工那邊 以前那邊算是斬棚餐廳 五年前這個時候這邊是可以住宿的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天來的時候啊 很晚到 晚上了 所以我們喝個素油茶 然後我就睡一晚 可能一起來就下大雪了 哇 雪景 雪景也是很漂亮的 我可以在影片後面放那個下雪的照片 那這次我們來呢 這個月份呢是雨季 所以很容易下雨 所以我們剛剛到的時候一片烏雲有沒有 可是現在那個烏雲已經飄走了 所以這一半呢 已經天氣越來越好了 然後可是呢 最漂亮的其實是在這一半 可是這一半 我們還要再等待一下 對 可能這邊很多海鳥喔 你看 這裡算海鳥喔 算虎鳥吧 虎鳥 因為這裡算是 算虎鳥 你看那個鳥都會飄在水面上喔 給它看一下 很有趣 你看那個 那個湖面上 飄著很多隻鳥 這裡 1 2 3 4 這裡有4隻 這個很像海鷗欸 很像海鷗對不對 因為它是鹹水湖 或是因為這樣它說它以為是海 有可能 有有有有 飛起來了 海鳥飛過去了 他們講是黃黃圈的你看 對啊 很可愛 武衝 快 跑好快 擠… 蛤… 然後前面就一堆牟牛 如果你要拍照就是要付費這樣子 他好他好 然後下水囉 下水然後下水 不適的耶 不適的嗎 上了上了上了 好晃好晃 好啦 剛剛又顯示牟牛 沒有啊 牟牛下水出體驗 你之前有騎牟牛嗎 我之前沒有騎啊 所以你五年前來都沒有騎過牟牛就對了 沒有 這次來才有騎牟牛 其實我也不太愛騎在動物上面 反正就是拍拍照 對啊真的 而且你們發現這個牟牛是白色的 對 這位牟牛是白色的 我剛剛都問他說 或許你們這位牟牛是白色 我說對他們就是白色 對 對他說白牟牛比較漂亮 我找合掌師啊 合掌師喔 跑到那邊嘛 這次來啊 踩到牟牛飯了 踩到便便了 1-2-3-3-6-6-4-16-15-20-25-22-33-4-3-6-4-6-4-2-4-17-4-7-6-6-6-1-2-3-6-2-4-6-2-6-3-6-5-4-4-4-6-6-4-5-6-6-6-7-4-6-2-1-7-6-6-7-7-6-7-6-6-8-7-5-6-2-3-6-7-6-3-6-7-5-6-6-7-8-8-7-7-6-4-7-7-7-6-7-7-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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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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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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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